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是船尾纳对大尾巴 画的复原图就清晰多了 有首楼和尾楼 双围拉丁三角斜翻 尾楼 这种船没查到对应的名字 只看到称呼为地中海运输船或商船 也有叫驭马船的 鱼鹰画了一个 从船尾下马的话 拆除了尾楼 不过我们并没有座 根据复原图 大概得出船长30米左右 宽6至8米 那时候欧洲还没有用船舵 所以两侧各有一个舵 这张画的是十字军把尾杆拆除后 加装了投石机 可以看到手楼下拆除了甲板 拿不准下方是单独一层还是通往底层 但是因为卡拉迪亚人过不了半人高的空间 所以做成了单独一层 围楼底部装有滑轮组 可以升降横眉杆 这张画可以看到 甲板还是很宽敞 中空的部分由于不坐下层 就做了个大舱盖挡住 这是北欧地带的一种战船 写的是Normal Friends Warship 应该是诺曼底周围的 据说诗心王就是用的这种 它应该是维京长船进化而来的 特点是蝶瓦式船身 高长宽笔 方帆 堕奖 不过相比长船 多了船首尾的塔楼 围楼 脚盘 根据类似的复原图来看 大概船长30米 宽7至8米 塔楼有不少样式 我们选择了这张图中较为简易的一种 比如十字军攻打达米塔埃的手抄本 船上搭有一个简易塔楼 这张画也显示了另一种塔楼 脚盘的绳索通过围楼下的滑轮连接到横桅 以便升降 同时 也参考了现代复原的长船 以补充锁锅以及脚盘的样式 加列脚翻船在地中海各势里都有 我们做了东罗马的一种 大家爱叫德罗蒙 搜罗了下 要么是这种抽象图 要么是残渣遗迹 还是复原图看得清晰 大尾巴依然清晰可见 它同样拥有双围 带两张拉丁三角斜翻 拥有手楼 船头带有撞脚 船尾棚子两侧是舵脚 双层船桨上下错开 上层将手可有两侧船身保护 灰色下层将手位可以从上层直通 但是为了游戏里不至于卡人 我们只坐了一层 这位船有大有小 我们坐的依然是32米左右呢 有些话里还在船手安装了喷火装置 不过我们并没有坐 再看一下抚尸图 撒拉逊这边的船只古话太抽象 不过大致和东罗马类似 毕竟之前的船匠 一直在为东罗马造船 比如这个东方版战船 其实很像俄罗蒙 所以我们选择了沙兰迪 沙兰迪 也是一种讲翻船 不过参考图是9世纪的船身 个人推测到12世纪变化不大 相比东罗加列 沙兰迪船身更高 围了尾巴和撞脚 甲板覆盖了两层讲手位 尤为明显的就是拐杖形围杆 支撑着两面三脚斜翻 船手船尾略高 尾部棚子两侧的坐脚位也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甚至可以在首尾安装大型器械 我们给它的尺寸是34米长 8米宽左右 这幅图画的是东罗马和阿拉伯海军的对战 可以看到沙兰迪 彼得罗蒙高出一截 另外一种富罗马商船 一季就只剩这点东西了 我们完全参考了复原图的样式 推测10至20度 每个小时米的版本都有 商船还没有导入 做了大小两版 其实没什么区别 撒拉逊的商船猜测和东罗马类似 云鹰也画得差不多 唯一的区别就是褐色的拐杖维杆 然后自己参照另一种阿拉伯船 给尾部加了点衡量 最后补充一下 由于资料上并没怎么标注船猫 也不清楚是怎么悬挂以及堆放绳索 所以统一用通用船猫放在了船手两侧 偷懒了 包括绳梯和多余的绳索 也没有单独制作 尺寸也是尽量对标参考资料 但是针对游戏性 还是做了一些搜放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对世纪风云的支持